最近刚好巴以的话题我比较有兴趣 想说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可能会多做些影片 还有关于犹太人到底有没有统治美国 有没有统治世界 我也会彻底揭开谜底 毕竟很多事情除了我以外 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给你们彻底讲清楚 所以很多事情我不是太想说 因为只要被我一说 它就成为最终定论了 没有悬念了也就不好玩了 所以到底说不说这个话题 具体还要看我的心情 按照我目前的心情来看 应该在近期是会说的 2023年10月18日 联合国投票决议 是否暂停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杀戮 而结果中共赞成 俄罗斯和英国弃权 唯独美国一票否决 言下之意就是不许停战 给我继续杀 很多阿乌兰都骂美国 纵容以色列暴徒屠戮平民草菅人命 美国作为联合国武装之一 它有一票否决的权利 它凭什么就不可以用呢 哪里轮得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你俄罗斯中共就没有用过一票否决权吗 作为一个中立者 我必须要一碗水端平 以色列有没有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有 以色列是不是纳粹式国家 是 以色列是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级恐怖分子 这句话 是我去年在20世纪地球最强武力那一集 就已经说过的 有阿乌兰肯定又要说什么 以色列暴徒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那么多孩子被炸死啊 难道你天狗就没有同情心吗 老观众都知道 我以前跟YouTube合作 为帮助儿童和流浪动物的慈善机构筹过款 我在现实中还自助孤儿呢 你们平时嘴上个个都是圣母 又有几个用实际行动来表现过你们的同情心呢 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同情心三个字 我最同情的就是孩子和动物 但这仅仅只是我的个人感受而已 我在这里和你们谈的都是客观现实 而不是谈我的个人感想 这个宇宙又不是围绕我的个人感受转的 我觉得他们可怜有个卵用啊 宇宙法则又不是我定的 难道就因为我觉得他们可怜 他们就可以跳脱物尽天泽的宇宙法则 就可以不用死了吗 我也觉得非洲草原上刚出生的小羚羊小斑马很可怜 但那又怎么样呢 难道就因为这样 他们就可以不用被狮子吃掉了吗 我去年帮助一个被乌克兰政府迫害 从乌克兰逃出来的乌东俄罗斯族小男孩定居 你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也知道我去年年底去了哪里 知道的不要说出来 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那个小男孩12岁是个孤儿 手上全都是老简 都是卢铁卢出来的 我说的铁不是健身房里的杠铃啊 而是枪啊 一个12岁的小孩 从小到大玩的不是玩具 不是电子游戏 而是各种枪械 学习怎么组装他们 因为在乌克兰他得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哎算了不说了 很多事情我不太想在这里和你们多说 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能帮一个 我能帮得了全世界的人吗 我又不是拔都 权力无边 就算我能帮也不会帮 帮一个或者几个可以 帮所有就是破坏自然平衡了 就好像你不让狮子去屠戮别的动物 不让狮子为了领地去和其他狮子相杀 那么草原上的生态就没有了 世界和平万物相亲相爱 本来就不是 不应该 更不可能成为常态的 因为那是违反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的 乌克兰以色列你们去过没有 就算去过也是跟个旅游团到景点 阿比个耶拍个照片 顿巴斯的俄罗斯族人 巴勒斯坦人的什么情况你们知道吗 你们绝大多数人一个个平时996 每天下班回家 往沙发上一躺 吃着小熊饼干 看着Netflix和洗脑新闻 就以为自己对全世界了如指掌了 那这个世界未免也太廉价了 你们同情巴勒斯坦人 那你们是去巴勒斯坦帮助他们打击以色列了 还是给他们送人到物资过去了 就连去你们本国的以色列大使馆门口讨伐几句 你们都懒得去的 你们最多也就网上叫几声 阿巴勒斯坦人好可怜啊 叫完以后你就干干嘛干嘛去了 你那廉价的同情心有个卵用 你那廉价的眼泪又有个卵用 能改变现实吗 不是一直有很多人问我吗 天狗你那么多书本上都没有的知识 是从哪里来的 我脑子里的东西可不是光看书看出来的 有知识没见识那种人叫书呆子 你最多也就当个老师教授之类的 然而当你的思维到了一定的高度 你看到的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不会流眼泪了 即使有眼泪 只要让他留在内心深处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残酷的 所以不要来和我说什么美国草菅人面 底层人的贱命本来就一文不值 就是蝼蚁 你承不承认他都是这样 很多低等人居然还愚蠢的相信什么人命关天 觉得自己的命很值钱 那屠在场里面带宰的猪 还觉得猪命关天呢 但是然并卵 他的命对你来说就只一块炸猪牌 还人命关天 天来关心你的命 那你会去关心一只细菌的死活吗 既然天都那么在乎你 那你干脆直接到天把你接走好了 你直接原地升天不就好了吗 人类还有一个很好玩的词 叫做反人类 如果杀戮人类就是反人类 那么地球宇宙整个自然界就是最大的反人类者 大自然用灾难疾病寿命等等手段 杀死了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的人类 那你怎么不去把地球给炸掉 怎么不把宇宙扭送到国际法庭 因为你办不到嘛 什么东西都需要一个平衡 草原上狼如果不吃羊 人如果不吃羊 那么羊就会繁殖过度 把草全部吃光 到那时候大家都要一起死 羊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人类之间的相杀 根源在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本性 所以这就是一种基于自然规律的合理现象 人命关天 反人类这类词汇 都是奴隶主阶级洗脑工程的一部分 强调一下 我说归说 我从来没有叫你不要遵守道德 身为低等人 就应该遵守低等人的法则 就是应该被这些东西束缚 否则会损害到高等人的利益 所以这是合理的 只不过 如果以低等人的视角来看待世间万物 那必定是彻底失真的 无论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很多战争和争端都是围绕土地来的 比如巴勒斯坦人就说了 这片土地原本就是属于我们的 以色列人是侵略者 应该全部滚出去 把土地还给我们 我们今天就不谈弱弱强识 我们单纯来讲讲道理 用我的天狗流中置哲学思维 来看看这些土地到底应该属于谁 谁来得更早土地就归谁 这不就类似于中国整天扯的 自古以来的逻辑吗 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如果说得通 那么现在北美的非印第安人 是不是应该全部都滚出去 澳洲的非土著 是不是应该全部滚出澳洲 台湾非原住民 是不是应该全部滚出台湾岛呢 那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在今天的地球上 人类几乎是最晚出现的 才去世两百万年 在人类出现之前 地球大陆是属于野生动物和花鸟鱼虫的 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 像乌龟 蜥蜴这类爬行动物 在两亿多年前的二叠纪 就生活在陆地上了 人家可是见证了恐龙的兴盛和衰亡 但是人类有对这些地球大陆上 原先的居民们客气过吗 人类毁掉了它们的家园 把土地从它们手里抢过来 然后把它们的森林家园 朝地家园铲平 建造城市 不但这样 可恶的人类还把人家抓过来 关进动物园里观赏 关在家里当宠物 红烧 炖汤 做腊肉 人家好歹也是你的前辈 不是说好了尊劳爱忧吗 居然连一点点的尊严都不给人家 而当人类没有了物种对手之后 那么剩下的自然就是内部的护杀 我们就拿澳洲大陆举例好了 澳洲土猪人 本来也不是这片大陆的土猪 他们五万年前登陆澳洲后 对当地物种 进行了数千年的灭绝师大屠杀 把巨型动物杀到基本灭绝 这就称之为物种纳粹 结果几万年后 这帮屠杀别人的土著 又被新来的欧洲殖民者屠杀 在这片地球大陆上 各式各样的物种族群 本来就是你来我往 新人换旧人 强者说 你的土地现在归我了 弱者说 No door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全部杀光了 还能怎么办呢 那如果以色列办不到 那只能说明他不够强 他背后的美国爸爸不够强 我一开始说 不谈弱肉强食 只讲道理 但是说到这里 你们应该也发现了 那就是把道理说到底 依然还是比谁的拳头大 这就是道理啊 所以道理就等于拳头 为了让这件事情更加好玩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往前追溯下去 在所有花鸟鱼虫出现之前 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都有一个诞生于38亿年前 太古咒的终极祖先 称之为卢卡 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人 台湾人 中国人 臭虫 跳蚤 蟑螂 大家都是卢卡的后代 所以如果要彻底追根溯源 那么所有神物都可以说 地球自古就是我祖宗卢卡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再往前 138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之前 世间万物一切都是起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就是我 我又是他 你就是领土 领土就是我 道理就是拳头 拳头就是道理 诶 所以道理还是等于拳头 既然大家最初都是一体的 那我们现在干嘛还那么见外 天天谈什么你的我的呢 那么说到这里 你们应该也领悟到了 我天狗流终极哲学的终极本质 那就是 无聊 虽然无聊 但是道理就是这样 我天狗不是什么生物学专家 上面这些 只是基于我的中学生物科知识 不一定都对 但这无关紧要 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可以了 人类世界有王朝更迭 比这更宏大的 就是物种王朝的更迭 曾经爬行类逐鹿天下 最终恐龙一统天下 统治地球一亿六千万年后 恐龙王朝终结 然后恐龙残存下来的后代 鸟类和哺乳类大乱动 最后哺乳类打败了鸟类 再后来 哺乳类当中的灵长类智人一统天下 建立新一代的王朝 这就是物种王朝的更迭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比这更加宏大的 还有行星 恒星 星云 宇宙 都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这套系统遵循的就是物竞天择 强者不受审判的法则 这条法则 自从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 到现在连一毫秒都没有改变过 而今天你们所谓的道德 我说过很多次 那只不过是高等奴隶主 为低等奴隶们制定的一套行为准则 高等人根本不会 也不需要去遵守这种无聊的法则 这就好像你在学校看A片要被处分 而校长却可以天天在办公室里 和教导主人玩捆绑诱惑 你说是人类当中低等人的法则高呢 还是宇宙法则高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政治 从来都没有道理可讲 一切只靠拳头 因为拳头等于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法 向来只对小国有用 碰到美国和俄罗斯这种无赖 它就变成了一道摆设 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 不可以使用威胁或武力 然而现实中强者要凑弱者 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 只要一管洗衣粉就够了 至于中共 平时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天天在那边假扮乖宝宝 说我们要遵守国际法 等到哪天他要侵略台湾的时候 你看看他还遵不遵守 YouTube华语区最多的应该就是台湾人 所以我的观众里面 最多的应该也是台湾人 而根据傻子必定比聪明人多的自然定律 台湾人里面傻子肯定也比聪明人多 我不是针对台湾人 我是说所有人类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只是为了赚流量赚钱 那我就应该抓住傻子们的市场 就像那些轮子媒体一样 我就应该天天对你们喊 哇台湾好棒棒 台湾宇宙第一 台湾必定打败中共 我爱台湾 台湾万岁 耶 反正到时候打起来 死的是你们又不是我 我躲在一边赚你们的流量 难道不香吗 我何必吃力不讨好 在这里给你们说大实话 然后被傻子们骂中共同路人 我不就是为了中立客观这五个字吗 历史上郑成功 日本 国民党 用武力占领台湾后 多次对原住民进行镇压和屠杀 后来国民党对台湾人 又实行了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政策 同样的事情 郑成功 日本 国民党可以做 那么假如有一天中共做了 可不可以呢 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说 别人都可以做 唯独中共不可以做 那么我就失去了最最基本的客观中立性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 今天这支影片的结论就是 你要是不同意弱肉强势的自然法则 认为以色列应该把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人 那么就请你先以身作则 请你现在就立马原地爆炸 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把土地还给花鸟鱼虫 因为地球上所有的陆地和水域 原本都不属于人类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但如果你支持以色列 同时你支持他的理由又不是弱肉强势 而是满嘴的普世价值和仁义道德 那么这就只能证明你的虚伪